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去见见我的小学子 顺便 我也会议 陆佼佼 这次医药费一分都被交上 大哥 我刚才真的没有动手 我没钱陪你们医药费的 我小小你怎么着 我问你我找到你 你逃不掉吧 我不逃 我不逃 我绝对绝对不逃 你赶紧让开 你小子再不让开 一会儿伤给你 我可不扫 我看谁敢伤他 你谁啊 我是他二 二师弟 什么二师弟 你是妈妈派来个新土地 和我一起来保护武馆的 对不对 对 大师兄 又我在 你别怕 谁都会生产 你别怕 把这买下 帮我手续来找我 好的老板 就是因为这个暴露狂 我还要赔医药费 我哪有钱赔医药费啊 薇姨 你妈妈呢 妈妈她工作赚钱了 薇姨 乌姨 乌姨 你 你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接受了 感谢 谢你个大头鬼啊 我甩他们甩了三条街 好不容易甩掉了 这下又赖上我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定光把他们给你蹲走 他们还以为我跟你有关系呢 这下后还有朋友 这位女士 我帮助了你 你现在还怪我 你觉得合适吗 我 老板爽快啊 我家里还有一套 要不要一起买了呀 那倒不必了 我们的房子不感兴趣 您老板她感兴趣的是 房里的女人 我们老板她 对女人也不感兴趣 这位先生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不放手 什么意思啊 把武艺交给你服药 我不放心 光天化日的 你拉着我们家孩子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妈妈她是二师姐 今天和我一起保护物馆了 什么呀 我今天过来 是要要回武艺的抚养圈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资格要回抚养圈 我是武艺生理学上的亲人 她的二叔 我们旗下也是最近才知道了武艺的存在 所以我今天来接回武艺 把她带回旗下抚养圈 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让出抚养圈 毕竟 你也只是她的小姨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回吧你 老板 算妥了 这几天把睡一觉就齐了 不错 忘了给你正式的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县人 房东奇梦 走 呼应 各位人看 这个房调的您就实现欧 该好和装修装修 这儿给我换个石头 那那个屋子都拆了 随便看吧 好的 多什么秦莫 秦莫快下我滚了 给我盯紧点 别被她发现 一切按计划进行 武娇交室吧 合作上面写得很清楚 如果甲峰强行收回房屋 需要赔偿乙方 一年的房租 把账号发给我下午的助手 您先喝水 呢 其实啊你现在把我们赶出去的话 还要赔给我们钱这多不合适啊 但是如果你让我们继续录下去 还能收租是不是 我把这房子都买下了 你觉得我还在乎这点 我还在乎这点 哎大佬是我錢過了 你看 你跟我都是五億的至親 你用錢多到我不在乎這點方 那 那 那你不如讓我們在這裡相親相愛的 生活下去 你想一想這個畫面 那多美好 我買下這裡呢 本來就是為了照顧五億 可我今天見到你以後 我才發現五億的生活環境 比我想像的惡劣得多 把五億叫好 我根本不放棄 你要 現在放棄五億的富洋生 這個房子就歸你了 要嘛 你現在就從這個房子裡 給我搬出去 五億 我們現在就搬走 富洋全想都不要想 媽媽 為什麼要搬家呀 我們要被惠房東趕走了嗎 對 我們要把這個房子放棄 二師爹 我們說好了 要一起保護武館 但你快講講辦法 你就忍心 讓五億跟你一起 讓五億 那個現在你住是行李 就像我們說有一樣 很閒 要開始了 啊 五億 什麼 這裡是我家 我當然喜歡啦 那你和二師弟一起住在這裡 二師爹我特別特別喜歡你 不過我的保護媽媽 他一個人在外會被壞人欺負的 我們現在就搬走 如你所論 你們現在就搬走 等下 好 大為我 強身 健體 嗯 今天我們的課到這就結束了 拜拜 大家再見 你是哪兒啊 五億 來 客戶訓練 碰碰碰碰快點 好 您可 在這兒找一個最好的房間 把我的衣服放下 好了老闆 啊師兄 你看 我比一帶什麼來了 想真是吧 喜歡嗎 嗯 沒事 哎呀 好不好看 哎呀 也真的好看 你來幹嘛 跟這樣 我 耶 來 來 這馬步 這個琴 你怎麼可能這麼好心 我心裡 一定數十一分 我得把他弄成 接著 耶 嗯 搬家 搬什麼家 這良辰沒景的 不適合練功 練功 齊莫 是你自己要住進武館 和武衣培養感情 做武衣的二師弟的 所以 我才答應你公平競爭的 不過 既然入了我武館的門 就得挺從為師的安排 從今天開始 武館的每個學 都要集訓 盧小焦 這是我和武衣的約定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要不想集訓也可以 除非 你不想和武衣培養感情 也不想做武衣的二師弟 更不想練功 武衣 你二師兄啊 他不想練功 也不想 我去這練功嘛 誰怕誰啊 來 好 集訓 控制力訓練 就是這渣馬步 現在渣得穩 以後站得十 最後啊 才能站得空 你能不說話嗎 你的確不能說話 但是為師可以 你看 這一下時間都忘了 用來吧 兔兒 臀部核心 要翻臉 你一個女人 能不能不動手動腳的啊 武衣 過來 給你二十電 視訪一下 嘿 五 四 三 二 一 粉絆進入嚇一聲 什麼 還有嚇一聲 怎麼 堅持不住了 想放棄啊 你二十電啊 你二十電啊 誰說我想放棄 來 繼續 二十電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累死我了 終於踢下來了 這小子也突然跑了 竟然把我腿都騎痠了 怎麼還不放棄 你這也不行啊 跑太慢了 要不然咱們改天啊 我要是跑步 超過了你騎這輛小貨車 不是他也不給師傅面子 又又 這是和我槓上了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自己不是有煙霧 現在放棄還來得及啊 沒有什麼 是我其末做不到 行 來啊 來就 你騎啊 我回去了 騎快點啊 我是不會把武藝的副養權交給你的 笑 武藝本來就是我們其家人 早晚會回到我們其家 你個外人 有什麼好作我感動的 那你問問武藝 他更喜歡跟誰在一起 他表現得還不夠明顯嗎 他 喜歡 我 血脈相連 一眼就喜歡那種 你 行 不跟你一般見識 那只是一個小孩子的三分鐘熱度 虧你是個大人 還相信這個 我信不信不重要 你把武藝的副養權還給我 我讓你見識一下 怎麼叫做親情的紐帶 肩膚可摧 吃人說 走著瞧 我還想吃 那只能再吃最後一口了 我們就回家了 好吧 給我 給我 睡個不小心 歸西途多難 這東西 看咱對付 只要下去 不行 小寶 小寶 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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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怎麼了 你沒事吧 阿師弟帶我寫香香啦 你 你你你你 武藝章 你到底對我有何情 你不要自助多情啊 不要 快走 好嘴 好嘴 你竟然以為我會偷孩子 我堂堂其磨 怎麼會做這麼不入流的事 今天這件事 你道歉 寫個保證書 就算了 道什麼歉 寫什麼保證書 我憑什麼道歉啊 當然是我覺得你對我不懷好意啊 你把我當色狼 你還把我當賊呢 你以後 離武藝兩米遠 我看你就像不懷好意 你 以後離我也兩米遠 我看你對我才像不懷好意 我錯盡視 我上一二軟遲到了 誰送我上一二軟 等我你什麼事啊 郭小小 你還說你不是對我不懷好意 兩米 嗯 我們習武之人 磕磕碰碰在所難免 你要是接觸不了的話 你就不要留在我武館當徒弟 我再說一次 我留在武館是監督你並照顧武藝 好讓武藝堂堂正正地回到我的旗家 我為什麼要回旗家 你們兩個要結婚了嗎 猜個什麼 別瞎說 別送我去約二百 既然這樣 我們就用這世界上 最公平且最公正的方式來決定 石頭剪刀布 我贏了 不不不 我還沒答應啊 唉唷小焦 你玩賴是嗎 嗯 行 那我們就讓武藝自己決定 武藝 你想要誰送你去上學呢 小寶 嗯 嗯 二十弟 嗯 嗯 嗯 哎 你得到 二十弟 這個女主 過分 好累啊 還有一點就分完了 啊 啊 啊 這個 啊 好 來 太早知道了 爸爸這件給你看不開心 嗯 開心 這個 還玩嗎 不玩了 咱們以後再來 走 我們吃好吃的去 這期末不會這麼快 就能跟武藝培養出來感情吧 我天天在外面發傳單 英文不散的期末 天天纏著武藝 謝謝 你必须不顺利 这说到辛苦啊 为事要亲自给你留上 行 我看你这身体还可以吗 还可以继续练 今天这天气啊 风和日啊 我觉得特别适合集训 我去换件衣服 五分钟后就集训 嗯 哎 我在家 我在家 您看 谢我 这个集训要往命啊 这是你们我之间的私生 我真的往不了 您看 咱就转个好私生 提下个人之后吧 老板 作为您最优秀的助理 我一定护您周全 赶紧的呀 好累啊 哦 为了无关 我不能松心 我要加倍努力的 发串凳 喂 经理 什么 三倍热流量 全是学生跟家长 我马上就到 能不能想 想 你们先练长 我一会儿回来 我看过去 不是 我坑我 哎呀 师傅怎么才要回来啊 我都练了好几个小时了 齐勋 齐勋 不用没太多吧 这衣服都淋湿了 我是不是不过分了 嗯 其实 你不用这么辛苦了 你把武艺的分享全给我 不就完了 我想去啊 学不想 妈妈 你回来喽 想我了啊 嗯 特别小妈妈 小肉阿姨 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 你想吃肉了 妈妈 做什么我最喜欢吃肉 我吃小妈妈 快去洗手 准备吃肉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师傅 晚上可以吃肉了 今天为师的船单都发完了 大赦天下 勉强担着你吧 勉强 行啊 我看你能撑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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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你这么缺钱 为什么抓着武艺的分享全不放啊 他还不是你亲儿子 谁说他不是我亲儿子 谁说武器 我就跟他打架 打到他扶 哎 行行行行 咱不打笑了啊 我就是看你这样工作挺辛苦的 嘿嘿嘿 我不辛苦啊 我要在这里把武艺养大 我姐姐只是失踪了 她肯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要把武艺还给她 我们一定要努力加油 干嘛 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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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风力人 佛志愿 啊 努力加油 人魔性 奇莫的造型很奇特 昨晚就在這 連自己都照顧我 還想照顧我依 剛才那還挺快 还挺帅嘛 想什么呢 齐磨 他怎么在这里 疼风雪 你怎么在这儿 您看 当初入职的时候 我给你提的最基本的要求 你都忘记了 我再强调你 衣服我只穿限量了 什么 这不是限量的 不然转身 其实哪里转 还是我个唇上更帅气 行吗 东方云 你来这个人 我回家 回家 这是你的家啊 差不多吧 娇娇家就是我家 齐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 忘了告诉你 现在这个房子的房主 是我 哦 只是房东啊 我说怎么没听娇娇提起话 原来娇娇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 毕竟 我在这儿住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小刘做给武艺跟娇娇 他们最喜欢吃 武艺是不会吃的 何方云 你是不知道这些小菜里 亚硝酸盐抛标是有多严重事吗 亚硝酸盐在三天后达到铁锅 会快速点少 你怎么 这些生活常识你不会不知道 减少 不代表你 高血压的脱发 甚至这些癌变 这些都会发生 谁也不是拿烟菜当饭人 你又觉得化妆 防患也是问题 那烟菜是我们劳动人民之物 也就是传承 随你吧 反正 他们是不会吃的 就像 暖羊清肠的那个项目 你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最终 徒劳 那你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有啊 二师弟 他 他哪里合适 跟我一起保护物馆 房东这么凶 还不敢对二师弟发火 他那个呀 是超能力 二师弟还有超能力 那就更不适合了 小朋友 你可想清楚了 二师弟对妈妈 可一点都不温柔的 二师弟昨天把妈妈抱回我 还用火烤烤小熊衣服 是吗 董方雨 我们家这家务事和脏火 都有阿姨来做 请回吧 没事 我也是 你帮你看 这个椅子是我们 你不能坐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非要 哎 哎 小语哥你怎么来了 这条椅子的游戏 我在幼儿园里玩过 妈妈我可以一起玩吗 小语哥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一直在出差呢 哦 他来找我呢 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们俩也认识啊 孙玉桑有些来过 我太熟 我 我这刚出差回来 就赶紧过来看看你那小王 这些小菜呢 是小柔做的 我们不吃这些小菜 多多小小 你干嘛怎么叫我娇娇啊 挺挺奇怪的 叫娇娇亲着 毕竟 我们才是一家 这么说啊 谁说我不吃小菜啊 你都不知道 小柔做这些小菜 我多想了 那我和武艺不吃 二师弟喊话 不要说得太懂 你吃惯了才知道 哎 还是我们家武艺最了解 武艺 我问你 在我和小菜中选一个 你选谁啊 当然你自己太专业了 嗯 但是你没有小菜好吃哦 你吃 妈妈我吃画画了 画文画还得完成作业 去吧 老师跟我说过了 武艺 你作为我们旗下的继承人 你怎么能轻易说 这些个小菜好吃呢 我听说前段时间房东 一直来找事儿 小柔也是刚告诉我 其实没什么 都已经解决了 没有 要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真的没有 你别误会了 要不这样吧 你跟武艺呢 要先搬到我家去 正好房间还空着 小柔也可以跟你们做个伴 我还不想离开这里 万一我姐回来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跟武艺 而且我也想好不容易 才说服齐莫 让我们在这儿住下 所以 齐莫真的是这儿的 房东 齐莫没有欺负你们吧 要不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买过来 东方元 还真不好意思 我这房子开得下 你买不起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佼佼的 妹妹 我换完换了 我去外面玩一会儿 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小语哥 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反正有外人在 说话也不方便 走 谁愿意出去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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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爱在这儿 跑哪儿去了 阿师弟 烨 你在干什么呀 哼 真不爱死都不教教 居然让年纪 还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干这种事情 小小一半了 嘿嘿 以后不是在做这下的事 那是你可是 你又可是 那是我女人 我懂 因为这个家妇家太多了 以后就会我来找到你 可怜的无意 我教教你个恶毒的女神 我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我现在给你去做饭 你还知道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外面的花花世界很迷人眼 你说什么呢 吴教教 我看你是完全忘记了孩子的存在 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那你和东方语亲俱我我的时候 你知道吴姨在干什么吗 我 他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 你自己看 给我发个吴姨照片干吗 你看到了吧 惭愧了吧 你还觉得你是肥养吴姨最适合的人选吗 你怎么是这么贪图吴燕的人啊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放任你了 吴教教 我正式通知你 明天我就要带吴姨回家 今后吴姨的一切 都由我来负责 你要钱 冲我来 你干什么 来啊 来啊 你打我呀 你打不死我 我明天就把吴姨带回家 我再跟你说一遍 谁都别想抢走吴姨 喂 李老师 吴姨妈妈 你是不是不在支持吴姨课外活动呀 没有啊 我很支持她呢 那好 你来进吴姨诗 来找我一下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啊 李老师来 我也去 怎么 我不是吴姨家长 我 好好好 还巧啊 小心点啊 这是 大场的 今天是吴姨爸爸和妈妈一块过来的 看来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活动的嘛 打住啊 李老师 我和这位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李老师啊 吴姨有什么问题啊 是闯祸了吗 您跟我说吧 李老师 我是吴姨未来的进户人 所以你有什么主要跟我说 是这样的 吴姨妈妈 吴姨小朋友今天下午没有来交作业 达李小朋友是哭着回家的 吴姨下午没交作业 是的 吴姨妈妈 我们知道当家长的都心疼小朋友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伦略外情事件 是 我知道 之前跟达李妈妈妈都共通好了的 非我利用变费为宝的这个活动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期了 吴姨 你在干什么呀 这次是吴姨和达李小朋友为一组 但是今天下午 吴姨没有来 达李小朋友哭了很久 才刚被他妈妈哄回家 我明明看到吴姨捡了瓶子的 我也想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把瓶子带来学校 吴姨 以后不准再剪辣戏了 知道吗 阿姨 你可是 没有可是 但是我认为 因为这个下辅助太多了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你怎么是这么贪得吴姨的人 从现在就是 我不会再放着你了 你来 你打不送我 我明天就把吴姨带回家 李老师 吴姨真的是捡了瓶子的 只不过被乞丐给抢走了 我是扔了一些垃圾 可你让武艺一个人去上学也不对啊 现在路况这么复杂 它还这么小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呢 你自己看 我们看到你出现了 才放心走 谁知道你会把瓶子扔了 然后还不乱猜测别人 好伤 我是一直跟在武艺身后 看到你把他抱起来我才走的 老板 有些事 既然 你问我了 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一个人误会了 另一个人人品有问题 这怎么办 哦 武娇娇这个人虽然脾气大了点 力气也大了 但是也算不上坏人吧 话虽如此 可是我 谁说是武娇娇了 总之 两个人关系出现了厉害 该怎么办 那当然是道歉咯 道歉 不会 其他办法 老板 其实道歉这个事很简单 你放心 有你的小说都很爱 哪里 其木 你穿我熊头套干嘛 这花给我的 送花了吗 哦 你是想跟我道歉 看在你这么有心的份上 我接受了 接受了就好 你 是不是你啊 要进去吃 师傅本人亲自来啊 哎 我老板 阿BQ了 我就说道歉没有用 你非得想这么困的办法 老板 事实要你自己到家才有用 没事 师兄我这花回来了 大师兄 你把脸弄这么脏 你不怕妈妈说你啊 不会大师兄 放心吧 大师兄 我问你了 有一个朋友 把妈妈惹生气了 怎么去哄妈妈 妈妈最爱哄了 我教你 妈妈回来了 你这儿去哪了 怎么把脸弄这么脏啊 我吃种花了 种花 老师说三个月之后就有花了 我要把它送给你 是吗 嗯 好了好了 那一会儿先去把衣服换了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小熊饭团 妈妈最好了 给阿师弟也做一个吧 我才不给他了 小欢 不会是我的大师兄啊 谁是小欢吗 小熊饭团 阿师弟也妈妈最喜欢惊喜了 你要让他开心 然后趁他不注意亲一口 妈妈就不生气了 你干晚上不睡 在这儿干嘛呀 在在在 在这儿 你 你想干什么呀 介绍 你有说吗 我想 你 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道歉 我接受了 接受了 这刀线 这刀线 也挺容易的吧 难道 是我做了什么反常的事 让他误会了 但是我很争吵啊 难道 是像无意说的 他很适合我 我长相吗 是蛮帅的 那不得 清醒一点 不行不行 不能抢这些 我都没的 喂 焦焦 我又失了了 找地方 赶紧过来 行 把他上过来 这种容易就接受了 我准备了那么多话还没说 他肯定也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吧 焦焦 这么晚了 他还去哪儿啊 干杯 嗯 小柔 你又再一次失恋了 嗯 的确值得记 但是 这是最后一杯了 我不能喝多的 等等等 你要是小时照顾武艺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大醉成啊 小朋友吧 总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让可怕的难逃 我统统滚蛋吧 统统滚蛋 干杯 你就一直让武艺叫你妈妈呀 这样多当逃坏呀 我姐不在 我就是他妈妈 别人都有 他没有 多伤心 可是我们要是一直不回来该怎么办 他会回来的 他要是知道 他要是知道小宝现在这么可爱 活泼 听话 懂事 行行行 知道你家武艺全世界最棒 哎 你不觉得吗 这小子长大以后 肯定是一个 芳心纵活犯 可不是吗 他就那么一下子就俘获了堂堂齐总 这不是复活 这是引狼入室 我第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奇梦 肯定是一个反派角色 小宝还蒙在鼓里 他不就长了一张帅脸还有钱吗 分散个纯朴的名工的确狗狗 哪有小宇哥这么急 你和我哥感情那么好 你可不能上野那种snby竹马 比不过天降的狗儿 可是小宇哥不喜欢我 我哥只是不擅长表达 其实我知道 小宇哥呢 就是介意我带着小宝 是我 小焦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是遇到什么没想过 我还是出去 焦焦 吴焦焦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齐磨 谁让你走了我们的生活了 我 请问你这个放心综火分 从我心里搬出去啊 啊 吴小小 从今天开始你要对我负责 什么鬼 你起开 我怎么会做这种吗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你负责 全班那么多小朋友 都看到武艺推我儿子了 本来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我们家武艺却说是被冤枉的 而我 信任我们家武艺说的每个字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儿子先动手的啊 我家儿子手都破了 开的什么无关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行为 没事没事我来处理 小胖妈 你也别生气 小朋友之间嘛 磕磕磕胖胖难免的 别扯这些没用的 赶紧给钱 好好好 对 把我儿子手都摔断了 可不是 还扬言说让我好看 把我家小胖都吓哭了 你可得为你外甥做主啊 只有此理 他这分明是敲诈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那么多钱呢 你还真打算赔钱啊 南无诚真是武艺打仗了他儿子 小孩子下手没情没重的 武艺说不是太大的 那肯定就不是太大的 小宝的品行我最了解 那你还打算赔钱 这小朋友之间的事 说到底 还是大人之间的事 二师弟 妈妈因为我肯定又要花很多钱了 大师兄 你以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啊 嗯 那我问你 你和小胖是怎么回事啊 小胖说我没有爸爸 我说我有二师弟 他说我骗他 说着就推我 我就躲开了 他就摔倒了 大师兄 你多勇敢啊 小胖推你你都没哭 嗯 我现在也没哭 我是武艺的大弟子 我最勇敢了 哦 你最勇敢了 那把事情交给二师弟 大师兄不要不开心了 我不会让师父换钱的好不好 嗯 我倒要看看这个吴娇娇 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二次先动手的啊 我家二次手楼破了 别扯那些没用的 赶紧给钱 哦 好好 妈妈 二师弟昨天说 不用赔钱了 二师弟 嗯 他说他会解决的 齐末 他能怎么解决啊 他不会 您不是家长 也不是公安机关 更不是我们这里的教职工 这监控视频 我们真没办法给您看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这个监控视频 今天不管谁俩的都看不了 除非园长他亲自 有你这话就够了 既然你相信 不是武艺弄上小胖 那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不简单 这间幼儿园的园长 是小胖的亲舅舅 所以小胖妈在家长群很有威望 我们家长都怕他 小胖在班里也是横行霸道的 要是谁得罪了小胖妈 他就会在家长群里 孤立这位家长 从而导致小朋友 在班上也被孤立 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呢 所以你不了解情况 就不要乱插手 你会越搞越乱的 我会在家长群里呢 多发一点红包 再买一点礼品 去看望一下小胖 家长群 是没兴趣吗 对啊 我也是武艺家长 我也要进去 为什么 那行 我去找小胖妈 向她道歉 我拉你进去 拉你进去 但是我们说好了 你不要乱讲话 不要张扬 知道了 看我心情 先走了 我怎么把她拉进去了 这个气不重要的天 小胖妈那边我 武艺妈 小胖妈 我刚才正要去找你呢 对不起啊 武艺妈 您带着有大量原谅我吧 武艺妈 什么情况 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小胖妈不追究 我不用赔钱 那就是原本解决 就要好好庆祝一下 这新来的名领园园 也太帅了 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 那家长能配赌吗 什么时候来了个名领园园 乃 扔到小胖妈道歉 是因为这个名领园园园 这新来的名领园园园 也太帅了 什的时候都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 在秦一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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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不知道伍一爸爸是谁啊 各位家长 尼姆 我的名字叫启末 也是伍一的家长 你什么时候成名园园长了 那小邝啸啸呢 你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能力出众啊 你有什么能力出众的呀 我也能力出众 我们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啊 无伴无估 带孩子们强身见底了 陶冶情操啊 纵容恶人 那么像伍一这样的小朋友 还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担任名园园长 就是要时刻提醒学校的 把历子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面对老师和小朋友一视同仁 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不会推卸责任 或者视而不尽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武艺一样 优秀又聪明的孩子 秦末买下了幼儿园 买下了幼儿园 小艺回到琪家 是不可能再让她去那个幼儿园的 秦末那边 你要定好 好的去走 秦末这是什么意思 她休想坏了我的好事 无叶 最近二师弟为我们努力了这么多 你们今天好好靠了靠了她 好 可是这些好吃的都是二师弟特别的呀 谢花谢佛吗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还要带个孩子 真是辛苦你了 妈妈我就说二师弟特别适合 吃饭吧 吃饭吧 对 赶紧吃饭吧 这边是没加香菜的 秦末还挺细腺 味道我平时都不吃香菜 其实 他平时也蛮照顾我们的 哎 对了 最近幼儿园的家长们都问你和武艺 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回答的 实话实说呗 二师弟啊 二十五 比起二十一季我还更想要一个爸爸 吴依 有没有想法呀 吴依晓柔 你哥怎么突然要到我家住 哎呀 就是我家不方便吧 你家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谈恋爱呢 你怎么这么快就脱单了 哎呀不管嘛 你就帮我照顾我哥几天呗 我哥就拜托你了啊 快来 不是 哥 有我的助攻 你一定可以的 东方云 你把这当旅店还是饭馆的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吗 我也只是找回家看看 行了 你看到了 我很好 你肯定回去了 赖在这儿不走的人 应该不是我 恐怕你还没搞清楚 我才是这儿的房东 你们在聊什么呀 没什么 东方云说他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他不走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是房东 我说了算 我是这儿的租户 我说了算 我们在同意 我们就住 我们不在那儿 我们都不是 住宿 你们在这里 我们在一起 在家里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一起 我们和我 我们在家里 我们去的 所以 接下来有更多时间 来照顾你跟武艺了 你是专程来看武艺的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小语光吃住 小语光 时间也不早了 武艺还在洗澡 我先去看看他 好 小语光专程来看我的 你是专程来看武艺的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是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怎么带小孩 我想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拿他们呢 又是痛快睡衣 真令人不舒 东方云 我警告你 我其实忘成贝子 没有和另一个人 在一个房间睡 别给我发出任何生效 否则 别怪我把你赶出去 好啊 那我走就等了 也不知道东东是谁 不要让我跟他睡一个房间 好 那我去找你一睡 等一下 我就勉强 接上你在这儿住下吧 行吗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秦莫真的是为了武艺的抚养权 以他的实力早就能把武艺枪走 可他为什么还要大费周遭地住在这儿 东方云 你半夜不睡觉发什么神经 秦莫 你为什么要一直住在佼佼家里啊 看样子就算不理他啊 我今晚也别想睡 行吧 东方云 今天我就和你开成不公的聊一次 那你住在佼佼家里 真的只是为了武艺的抚养权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总来这儿 我跟佼佼是青梅竹马 也可以说从小看着他长大 我伯伯照顾不过来他们姐妹俩的时候 就会把佼佼送到我家里来照顾 我给他买的第一个养娃娃 第一次送他去学校 包括他父母去世 我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刻 那又怎么样 我俩是这个巷子里面公认的一对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像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变成亲家 小柔也是早早地把佼佼当成大嫂来对待 所以呢 还不是没有缘分 要是你请我愿的话早就在一起了 不是缘分的问题 我一直接受不了佼佼抚养武艺 不过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既然我喜欢佼佼想要跟她在一起 那就要接受武艺 至于用什么样的身份成为一家人 这已经不重要了 打住 我可不想跟你成为一家人 那是你能决定的吗 行 我就跟你分析一下 你们所谓的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二十多年了都没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就是有缘无缘 说明武佼佼心里本来就没有你 还有 你说你接受了武艺 武艺也接受了你吗 我就不信命运和缘分这一套 你信不信不重要 我是武艺清选的二十弟 这是什么 这就是命运 这就是血浓与水的亲情 没想到你一个母台单身 想个道理还偷偷是道 那这样吧 我跟家家除婚 把武艺的富裕权给你 一群两个 一群两个 怎么不行 知道 是啊 为什么跟谁弄我 齐总 你是不是肠胃不好 谁肠胃不好 你明明是你还恶人性告状 我要不是看你睡得香啊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才不说 我去 Add 这东方雨 你很赔不 不是的人嫌弃了 可我 我 这东方雨 有可能跟我消消述了吗 不害的不害的 阿师弟 东方叔叔已经做好早饭了 大师兄 不就应该他做 我也不会啊 妈妈很喜欢我 都夸了东方叔叔了 走 小九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要遇到什么困难了 可以跟我讲 小语哥 这好好吃啊 这是今天在店里买的吐司 明天我做给你吃 会更好吃 不就是做面包吗 谁不会啊 那你来啊 来就来 这是今天这种做饺子用的 怎么 不给我用啊 没放酵母 那又怎么样 我就是我有这个 那这是心想 第一位听说做面包 不放酵母的 这个呢 就是我做面包的特别之处 你不懂我不怪 但你要虚心请教 我不会 一个连生活长时都没有的人 你教 这样吧 道个歉 道个歉 我去教你 我还真不信这个鞋了 啊 我错了 来你教 你这个道歉态度不常搞 不教 有些人吧 就是嘴硬 就像早上放了 你今天这么辛苦 给你这个分钱 不受营养 小宝 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肉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 参考这样 别让他们打起来 啊 那妈妈交给我 交给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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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心就好 来吧 来 坐吧 啊 带你上身去 水水的浅湿 不开心 啊 哦 小宇哥 哎 二师姐 为什么总是你来接我啊 怎么 我来接你 你不高兴啊 高兴啊 我知道了 你想让你妈妈来接你 我吃醋 我想让你们俩一起接我 那你跟你妈妈说了没有啊 没有 你为什么不说呢 二师弟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生活 对啊 我也想跟你一起生活 不过我不想你谈妈妈 那我问你 在我和妈妈中选一个 你选谁啊 我不想选啊 不过你可以当我的爸爸 当你的爸爸 对啊 你们结婚就不用 拿为我这个富费小孩了 我不用离开妈妈 还多了一个爸爸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好好生活 该多好啊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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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你喝个水弄得到处都是 然后在我身后 偷偷拿我的衣服擦嘴 这都被你发现了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呀 你小时候多可爱啊 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 像个小跟班一样 我怕我告诉你 你就不做我的小跟班了 怎么会啊 我一直以做小语哥的跟班为中 怎 怎么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没事 以后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了 我的衣服啊 你随便擦 我好怀念小时候啊 娇娇 其实我更憧憬未来 衷起和你 和武艺 以后未来的日子 小语哥 我还要去接武艺 那我 我先走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没事 我 我先去换衣服了 我看的地图啊 我为什么会逃走啊 这些年我最期待的事发生了 我却逃走了 你看 是不是在这可爱店旁边 那倒是因为奇梦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喂 奇梦 你等我再去吧 我带他再关下奇事集团 哦 哦 阿师弟像我这样 大师兄 为什么涂完唇膏又这样呢 电视上说了两个人 亲完嘴就会在一起 又是你妈妈 等你乱看电视啊 这个是妈妈的唇膏 你突兀了妈妈的唇膏 就算你们亲碗嘴了 薄逸 你就这么希望 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啊 当然啦 你这么喜欢妈妈 谁说我喜欢她了 我可是奇梦 这么大的房子都是我的 你住的房子也是我的 我只是你妈妈的房东 你是不是喜欢妈妈呀 大师兄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 你明明喜欢妈妈的 我都看出来了 一七二十一地我还更想要一个伯 我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吗 老板 需不需要我帮您确认一下 有我小说客在 哪捏 自从奇末来了以后 怎么每天都感觉怪怪的 晴天霹零 我该不知道倒霉了吧 不行 绝对不行 燕凯说了 如果你跟他发生肢体接触 比如摸头牵手 从背后抱着他 他会变得灵活 呼吸气足 眼神躲闪 那就说明他喜欢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我又不是叫你了 赶紧去 嗯 这次 一定到现在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难道 要等的不是吗 是期末 我们那个没 休息 失去成功 不许失败 你还可以吧 必须可以 继续 不对啊 期末特别太期望了 他到底能干嘛 今天神经兮兮 你是为了抢作 我们的不安全吗 算了 颜看 我说你能不能靠谱一点 三响 崴了结实的三响 老板 我也忘了 武娇娇这人是挺特殊的 谁生想您这还没近身呢 就 轻点 所以你说的都是骗人的 我根本就不喜欢武娇娇 那您不想知道 他对您的态度 不想 其实吧 我还有一个办法 不用靠近武娇娇 也可以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如果一个人喜欢你 他也许会说好话骗 也可能会装作不认识 但是他的脚尖 是骗不上人的 一定会嘲笑你 老板 我努力克制对您的敬爱之业 霍姨啊 您没有想过 要一个爸爸呀 就是可以照顾你和妈妈 当然想过了 我觉得二师弟就真逼适合 我说 对啊 我最喜欢二师弟了 他长得又帅 又会保护妈妈 还是我的软长呢 那 和我比起来呢 虽然东方叔叔也很帅 会保护妈妈 但是你总不在妈妈身边保护他 老板 我天秦宫也太不对劲了 这些家长也真是 他一个孙园长啊 九师姐干嘛算他什么 老板 你看 脚尖 你们俩的屋什么呢 没什么 这都是什么呀 武艺班上的家长们 都给你准备了节日礼物 这个呢 是小伟妈妈送你的爱心便当 这个呢 是晨晨妈妈送你的老家特产 哦 这个 子晴妈妈送你的冬天第一条围巾 我不要 你给我透过去 这是武艺小朋友妈妈准备 你要是不要 不要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呀 我现在武艺妈妈的礼物 你看 都给我透过去 好的老板 谢谢 哎 他怎么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们老板他 那是恋爱喽 啊 恋爱 跟谁啊 小家还是冲着不业 妈妈我想喝水 等一下啊 哎我来帮你吧 来 喝水 慢点好啊 这都一整天了 他的小鞋从来没有吵上过 难道 他真不喜欢我 靠 行开放 我跟不过 好 老板 这回是不是晚了 想笑您就笑 别憋着了 我都能从您这张帅气的脸上 看到您深藏不露即将溢出来的微笑 燕凯 你最近是不是太久没去基层体验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搞我 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很确定五娇娇喜欢你 燕凯 你看人的眼光是个你 但你的方法根本不可靠 这五娇娇的小鞋 永远冲着我 那你有没有看五一不在的时候 哎呀 不看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你 没事 老板 其实也用不着评认 我很肯定五娇娇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举进宫 直接拿下 进宫 怎么进宫 老板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吧 明天要派全家福啊 对啊 老师说的 必须要爸爸妈妈一起 这老师怎么提这样的要求 这不是故意为难我 小小 我觉得老师提的要求也不过分 不过确实有点为难你 不为难 二师弟就很适合 他怎么说啊 一 二 三 正好一加三口 也对啊 那 小鞋哥也可以啊 那不行 我和五一血能与水 你也算扮个亲戚 他都放语算什么呀 拍全家福 当然让家人一起拍才对啊 哦 家人 大姐说 今天天空不作美了 应该不能拍了吗 今天拍不了的话 我们还有明天啊 说不定明天就不下雨了 可是我跟达里说好了 晚上他看我的传家服务 五叶 你想拍什么样的传家服务 我帮你考虑 真的吗 真的 太棒了 太棒了 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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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打印出来了 这么多张 看电影还知道 你怎么回事 身处反常必有妖 拿来我看 别看 原来你喜欢这张 好吧 在展会就带这张咯 要不算了吧 我觉得这张拍得不好 我扔了 我挺喜欢这张的呀 是啊 那什么 电影快开始了 走进去 电影选得不错 挺好看的 我堂堂其木 这点品味还是有的 有有有 那个照片可以还我了吗 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张照片 那我们身头剪刀布 赢了的话 照片归我 那是输了呢 输了 照片由你处置 比如说 带去开家长会 毕竟是你布置的 谁 谁说是我布置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严谈告诉你的 当然不是了 你自己啊 都写在脸上了 这样吧 我要是输了呢 我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你要是输了呢 也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不想套路我武艺抚养权啊 不太糟了 都这么久了 你还不信任我吗 那倒也不是 就是习惯了 这样 我答应你 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愿望 你要小心啊 我可是有很多愿望的 我一定 大话别说那么糟 来 剪刀石头布 我必须只想想 Flint 过分 不要 都 只会 您 不 又 究竟 你想吃什么用 我帮你做的 这就是我的料子 那什么 我依依还在家等着呢 我们回去吧 老板 你们回来了 我一刚睡了 睡前一直等着你们的照片呢 我看他晚了 就把他放下了 谢谢你啊 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啊 记住我们的夜里 明天一起开教授会 老板 我就说我叫叫喜欢你吧 我没有项目把东方旅馋住 太早了 你们先斩舌宿吧 行了 行了 下周给我 拿捏 看来 吉莫那边是靠不住了 白鸣 是要和我 对着干了 许总接下来交给我解决吧 我依着小鬼头的眼光 还不错 你赢了 你赢了 你这样身衣身票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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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总突发心客 现在安平院抢救 胆床 快起床啦 家长会要迟到了 来 齊莫人呢 他沒來肯定是上幼兒園去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吃個早飯給出發吧 嗯 齊莫能去哪兒呢 對不起 您撥打的用戶在封區 對不起 這裏也不是用到用戶 齊莫怎麼一整天都不接電話 喂 李老師 齊莫長後來有來過幼兒園嗎 好 謝謝你啊 媽媽別說二世紀的氣了 他沒來肯定是有什麼事情 我倒是希望啊 他單純就是忘了 媽媽已經開始擔心他了 好 齊莫 知道你還沒睡 晚上也沒有吃飯 所以給你準備了點吃的 我沒事 就是有點擔心他 他那麼大的人了不會有事的 他那麼大人了 從來沒有不辭而別過 更不會錯過五一的家長會的 齊莫 來 咱們好好吃個飯 然後你安心地睡覺 如果明天沒有他的消息 我陪你去報警好嗎 謝謝你啊 笑語哥 我家焦焦什麼時候 對我也這麼客氣了 沒有了 焦焦 你這麼在乎他 如果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樣 ふ掌 好 記得我 然後你不算 會嗎 威夷 我給你做了你最喜歡的 雞蛋三明治 走 我們去吃早餐 東方叔叔可以給阿師弟 做一份嗎 他回來會肚子餓的 好 好啊 东方叔叔可以和我一起找二师弟吗 好 我陪你一起 佳佳 先别收拾了 走 去把早饭吃了 没事 我还不饿 等会儿我就去上班了 今天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别去了 没关系的 妈妈 我找二师弟了 齐末那边 我来找啊 不必了 就像你说的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他应该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验子 舅舅 小雨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去见五一了吗 我是去见五一了 但五一被别人提前借走了 被谁借走了 先别了解 我给你看看东西 五一应该是被齐家的人借走了 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消息 齐朗已经坐过了危险期 回到了齐家 你去找他 先走 别当心爷爷 我会好起来的 回忆 等爷爷醒了 我们跟爷爷打招呼 我就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妈妈现在在着急呢 我也想陪爷爷 但我不想让妈妈担心 快 爸 爸 医生说 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在家消养一阵子 就能彻底回复 唉 人老了 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乌姨啊 想不想和爷爷一起生活 想啊 那以后就搬过来和爷爷一起住 爷爷会给你所有好玩的玩具 和好吃的 好不好啊 爷爷那不行 我还得保护妈妈呢 不过你可以搬来武馆和我们一起住 搬来武馆 那如果爷爷只想和你 爸 武馆住了也挺久了 我先把他送回去吧 挺久了 他和那个女人住了多少年了 我想见我孙子一会儿 你又说挺久了 齐梦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爷爷那我再陪你一会儿好不好 爸 我的意思是 您身体刚恢复 需要多休息才是 武小姐 武小姐 您稍安勿躁 齐总马上就出来 老齐总现在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正是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 他需要家人陪伴 那就抢走我的家人对吗 只是暂时 武艺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不能回去 齐总 我爸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只需要武艺再陪他两天 两天以后我就把武艺给你还还 好吗 我为什么不能带走我儿子 齐梦 你到我们家来就是要拆散我们母子是吗 齐总 谢谢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是你负责 你开的什么舞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行为 纵容恶人 那么像武艺这样的小朋友很有可能还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担任名誉园长 就是要时刻提醒学校的管理层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武艺这样优秀又聪明的孩子 你你你你 我叫叫你到底对我有何企图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还带个孩子 真想你 妈妈我就说二十几次特别适合 我是谁 你是谁 这是什么 喂 喂 sob 你以前的我 也都是假的我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强增无疑 娇娇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娇娇 人呢 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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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娇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怎么了哥 那你知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哪吗 应该去餐厅吧 好 老板 再拿两打啤酒 我今天终于可以 肆不忌惮的喝 我今天终于可以 肆不忌惮的喝 肖宝 难怪 那你怎么会 你是真的想跟秦宝生活吗 小熊 小熊 李宗 我给这个骗子 你为什么要骗我 对不起 我错了 静王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武艺 什么都能干出来 明天 明天我就去你家偷孩子 这段 我 怕想你找爸爸 我们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个样子 儿子 默 快点 快点 晓晓 期末的出现 真的会打到我们原有的轨道吗 莫远 晓晓 从今天开始 我要好好地保护你 不要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过季的相关文件 扶养权 你到手 就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好的 这是你放弃无意抚养权的一些手续文件 请您签一下 公公 我是不会放弃扶养权的 吴小姐 我劝你好好想想 一个单身女子 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连自己都养活住 你拿什么扶养的意义 但旗下就不一样了 什么都能给他最好 那又怎样 我是不会放弃无意抚养权的 如果房子收回 你的无管倒闭呢 请不要收回房子 他怎么能拆 吴小姐 我劝你想想清楚 怎么选才能对你和武艺都好 还怎么办呢 我不能离开武艺 小小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守住 武艺的抚养权的 哥 你现在求婚是不是有点期间啊 不能再等了 以佳佳现在的生活状况 很难跟其家争夺抚养权 只有我跟佳佳交换你 才能帮他守住小宝 这是在佳佳动手之前 最快的办法 可是我觉得 有点唐突 那你的幸福呢 只要能跟佳佳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况且 你能跟佳佳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小宝 妈妈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没有啊 我刚刚视频位好了 要跟妈妈一个精神的 精神 秦莫要带五一回家 五一 妈妈已经不说了 二十弟来接我了 小宝 无论怎么样 妈妈一定会带你回家的 她和那个女人 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我想见我孙子一会儿 你又说 挺久了 秦莫 你到底什么意思 老板 起药的身体状况的确容易缩下 而且照明说那边动向已经汇报过来 可是以后发给谈记者那边 另外 卖掉一些其他的股票 随时准备抄底我们自家的 但是现在有个更紧破的问题 说 东方羽那边 好像是要打算和五桥桥 熟悔的 小宇哥 小宇哥 你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知道这都你来说有点突然 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结婚的话 就可以给五一一个潜全的家庭 稳定的经济条件 这样 就没有人能够抢走五一了 我 小宇哥 五一呢 小宇哥 我喜欢你 我不会伤害五一的 我向你保障 五一他一定没事 相信我好吗 这次专方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提问 回答 及稿件 我已全部确认过了 古洞那边 都交代好了吗 是的 已经让所有古洞们都知道 您即将拥有五一的抚养权 和齐俊留下的百分之二十股权 那 还需要同时秦宫吗 要不是他办事不利 何苦我大匪主张 出来演戏 爸 为什么这声没说 你已经拿到了五一的肺养权 这不是 找到小宇了吗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齐俊 有后 我有孙子 他小宇 就是我们齐家的人 爸 吴义现在年纪还小 根本就不适合现在回齐家 我想等他大一点 再把他接回来 胡说 齐家人 怎可能跟外星 马上宣布 马上办手续 马上改名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的身体 已无大碍了 只要多谢我的大儿子 齐俊 他在上天 保佑着我 也指引着我 找到了我的孙儿 那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的继承人 就是您这位刚刚找回的小孙子吗 在我儿子的遗嘱中 他把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给了我的小孙子 你们不能进去 带美于盈 可是 武艺的抚养权 从来没有给到过你 而是在武娇娇这里 到底什么关系啊 那股权到底是谁的 武艺的确是你的孙子 可是 我大哥为什么没有把抚养权留给你 因为他早就意识 你只在回股权 根本不在乎 作为武艺的监护名 我决定将有百分之二十的 互负带命名权 交给武艺的奥书 也就是骑士集团的 齐勿 也就是骑士集团的 谢谢什么呀 谢谢你相信我 也谢谢你 把五姨带回来 除了五姨 我也习惯了有你 在这个小院里 见证了我们的点点滴滴 这段时光里我们一起成长 你抹掉了我的嚣张 立即 我也感受到了你的唇凉 和坚强 小小 我爱你 只要有你在 我就觉得很安心 谢谢你陪五姨一起长大 未来的日子里 生回来收获你了 我想和你有个家 下给我吧 哈哈 对不 哎呀 爸爸妈妈是要我帮妈妈 你 你呢他可能我偏了 二师弟 你快来跟我一起看呀 你怎么跑走了 啊 我马上就 喂颜凯 喂小龙 小宝今天跟我走 不行 我可是其中安排的 江苗花的票都买好了 可是小宝更喜欢我呀 是吧小宝 姐姐带你吃吃奶油蛋糕好不好呀 小宝喜欢谁还真不一定呢 那我们就一起啊 买了奶油蛋糕吃看江苗花呀 我们出发吧 好 走吧 小宝